各位爱好大臣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雪霸国家公文管理处处长林青 欢迎各位到我们由古林游击区来参访 那我们古林游击区它的高度是海拔1800公尺 比台北市的阳明山海拔高度800公尺 还要高上1000公尺 所以当你到古林游击区来的时候 你第一个感受会有一丝丝的凉意 这个地方也是台湾非常著名的一个避暑圣地 那我们到一个景点 我们必须要欣赏它的美 那古林地区的美 它是因为有山有水有生态有森林有文化 那我们常常讲中国大陆去过黄山不堪山 去过九寨沟不堪水 但是黄山是没有水 九寨沟是没有山 所以我们欢迎各位到这边来 由我做一个向导 带各位去看我们的山水森林生态跟文化 武林的山有台湾登山界非常著名的武林市秀 还有我们的圣林县 它同时也是雪霸国家公园六大高山登山路线的一个入口 武林的水有美丽的七家湾西 有圣西桃山西 武林的森林有我们台湾非常著名的雪山黑森林 至于武林的生态 除了有樱花钩吻龟以外 它还有我们的白面雾鼠 还有我们全台湾鸳鸯最大的一个局居地 同时它也是我们文化方面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除了有七家湾的遗址以外 还有我们的泰雅族的文化 还有早期的我们退伍区人开辟中横公路及武林农场 它的所留下的一个文物 武林地区四季皆美 欢迎各位有机会到武林地区来参访 欢迎各位 武林山庄附近约有8.1公顷的土地 原来都是茂密的森林 在民国五十年代 政府为了推动高冷蔬菜专区 将这个土地的林地把它变更为农地 种植高粒菜 这个举动造成了一个土壤的流失 环境的一个污染 影响到大甲西的水质水源水量 同时影响到我们郭宝渝 樱花钩违规的生存期地 民国八十一年雪霸国家管理处成立 保育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退跟怀宁的政策是我们积极推动的 所以我们在民国九十五年的时候 我们依法征收这八点一公顷的土地 经过多年来的自然的富裕 然后人工的撒种 目前的富裕的成果非常的良好 那根据我们最近的一个调查 我们发现到七加湾西的水温 以及比我们征收这笔土地以前 降低的摄氏一度左右 显示出我们富裕政策的一个成果 国家公园成立有三大功能 第一个功能就是环境保育 跟环境富裕的功能 第二个功能就是研究跟环境教育的功能 第三个功能就是油气的功能 那五菱地区在国家公园管理处 经营管理之下 目前已经成为全台湾非常著名的世外桃源 在这个地区 你春天可以赏阴 夏天可以赏蝶 秋天可以赏风 冬天可以赏雪 我是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 处长林青 阶层欢迎各位到五菱地区 来一趟生态之旅 资讯之旅 还有文化之旅 未经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